請你 請你 我先主公介紹一下 我是人 清水的清 擁鋒的清 我是人頭的鐵山頂 還在三邊頂 我是這個人 我老父是本人元高興 操練的人 我姿勢在金山保養上學了一年 他求同學 學校的時候 畢竟還算可以 因為我老公和我媽很輕鬆 所以有一點嫁境 還算小康 在我的董坊裡面 很多人還沒人家 還在跟阿玲公 很多人都很寒之寒 因為這是大宅 算起來 我還不錯 大宅 drying 建了...以為有水商 зам Andy 多好聖稿 所謂都 trucs 若我早就來跟ero 國宋吃南草中 剛好他怎麼跟上最高的草中 割到梗吉档 另一個是兵濟港団 因為在科教營運動工專去讀營運動工專 因為學位比較適合 營運動工專的營運動工專去學校 我是第六次 剛才我那次開始 這個學位收了一半 就是當劉盟中國政府的規定的學位 我就是這半 我前一段時間是完全都不用收 就是收 劉盟政府規定的收費標準是收 都不用收 我們開始收 我比較好 我去做兵 做兵的時候 是很悠行 也很不幸 剛才去金門做兵 因為我叫做台專兵 去金門做兵 剛才做禁儀七五月 也就是說 因為台專兵其實僵條差不多兩高位時間 二十四高位 僵條兩高位 剛才是二十高位 二十高位 剛才在金門做十九高位 所以就是說 露部隊的時候都很高興 這個叫做飛車奔白鞋 這不去金門 所以很高興 楊獨鞋 梁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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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那不多久 他做一高位而已 說什麼宜鞋 宜鞋 宜鞋 這個 宜鞋 這裡 差不多兩高位 做什麼呢 宜鞋 住民收割 他都有掛在我 所以去露部 掛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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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部 掛高位 掛高位 沒有啊 還以為到高雄 沒關係 既節很準 蓋到金門 蓋到很悶 剛才1月11日到金門 在金門 在天氣很冷 1月的部份 還不太冷 所以在前面 看著金門 這麼高零 這實在是 鳥不聖誕 有夠方涼 陸鑽 先去蓋金門的坑道 南洋坑道 要蓋在這裡 所以 除了有出坑道 來的部份 那裡有 春的時間 都蓋在坑道 那裡 那裡都蓋在坑道 所以 在金門的時間 有 年和時間 這年和時間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這件事 過程 挑選 全島 所有阿平哥 大家都記憶到 所有人都蓋 子彈 乾糧 什麼 所有的事情 都蓋 大家都在坑道 這要打起來 這要打起來 所以 大家都非常緊張 晚上 這個 都蓋 背章 手臂 都蓋 這個顏色 都蓋 可以蓋 紅色 明天再蓋 綠色 蓋紅色 都不一樣 所以 在那裡 很緊張 在那裡 退國後 回到台灣 接下來 就這樣開始 最真順利 可是 同樣的 就是 去中華 叫做 台湾化行 什麼東西 就是 現在我們吃的 乾淨的台湾 那麼 去台湾 還有 過多久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原來 我就釣魚台湾的總管理處 所以 在台湾這個 裡面 後來再釣魚 在這裡 到中華朋友 外面的地方 在那裡 做主管 這個 總共的時間 在台湾 有差不多幾十多年的時間 所以 在這個中間 對這個 蓋 裡面的經營 方面 有一點 概念 後來 就拿下來 開始 去契管 部門 所以都走去中國 因為我們的蓋 像英 媽英 叫的 號召 都走去中國 所以這裡的 做氣管 部分 也都走在一起 所以我在中國 經驗 歐國幾十年 經驗 在中國 早來早來早來早去早 這麼久 在中國 看到 中國人的 生活 他們在這裡 倒政 就是說 用山洞 在起伏 老百姓的方式 有很多經驗 所以 我個人 這個 建議 如果有機會 去 南國 去土的時候 我們也最好 不要去那裡 因為那個地方 是非常危險的地方 隨時都潛藏危機 所以 坦白說 我也去給人家 當然 這邊 手是不太正 不過 這個地方 是 創總理 有在問 中國 是不是 一個人 吃人的社會 我看起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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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地方 文化 經過 政民說 那不是我們 一個大的地方 這裡 我們 台灣 民進府 如果 水智 補文 可以 接受美國 民進府 一台後 台灣民進府 可以 來 接受 政權 在這番情形 我最煩惱的就是 那裡 中國大陸 台湘 跟台幹 因為這些人 本來 共產黨就是 要利用這些人 來拿台灣 拿這個台灣的 這個 價格 就是 台湘 跟台幹 如果 因為台灣已經 去美國占票 沒有辦法 特效 他的廣東 當時 台商跟台幹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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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不過 我們外國 雖然 我們有 跟一些 朋友說 近回來 近回來 那樣子 可以交流 之地 不過 你們只有 沒有那個 警察 不過這台是外國 在這個地方 我的感覺 就是 政敵 這個改革 可以輸很多人 在土好處 當時 很多人 在土好處 政治 這是我們 好敗 我們 國回來說 他的政治 有他的 頂青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今天 這個總事 的行為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我們很好 台灣人 非常好處 所以 聽到很多 一定的人 去給他洗腦 我就跟我們說 這個主要 是中國人 都在給人 洗腦 一定的人 是因為 台灣 是中國的 所以 經常 我都會有 面倫的機會 如果 台灣 如果是中國的 中國的 中國的 可以變得很複雜 很簡單 你就想一種症狀 因為 中國是聯合國的 會員 可以去 國際法庭 去那裏 美國 還有說 台灣 是中國的 我們也請 海外 做 國際法庭 法庭 要跟台灣 聽中國 就好 這最簡單的 不領 不領 中國的 國際法庭 他們都有 派遞 所以 這樣的時候 不是最快的 方法 要說 要做 中國 他怎麼會做 這個事情 他怎麼會做 這個事情 他怎麼會做 這個事情 其實是 台灣 是 中國的 屬實 如果是存在 這樣我們贏 他自己也有 管理 所以 這種事情 為什麼不做 中國人 都說 都廟宏 所謂的方法 來 來 拿到台灣 五個月 我們就去聯合國 我們就說 每一家 要跟一個國家 建交的時候 就說 你如果要跟我建交 就是做朋友的意思 而 你如果要跟我建交 你這個國家 要跟我這個中國建交的時候 有一個條件 你一定要信任 台灣 就是我一部分 都要這個條件 我才要自己建交 各位知道 這是很荒謬的事情 怎麼說呢 我如果當手 砍我的孩子出來 之後 就說 這個廟宏 我們來做一個朋友 好嗎 他說 沒有 這有條件 我當手砍這個孩子 你要生生人 這是我的兒子 如果沒有生人 我不會跟他建交 就對了 所以 我們有很多的道理 那個兒子 就要把人生人 這是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就是你的兒子 他有可能 就要說 我們要做朋友 旁邊這個是我的 我的條件 你一定要生人 你是我的 不然我會跟他建交 所以這件的反抖 很簡單 我們要做到面子 跟反正 就要說 雙方都嫌 不需要 就要建平台灣 就是你的一部分 這樣我們才能達成建交的 這個條件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 注意去提升 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所有的事情 很多都是欺騙 那麼為了這個 我們這個 法律論書 這個事情 很多年以前 我就在 日本領域 就有看到 這個 何瑞元 這個論書 我對這方面 很有興趣 因為我也是投法 所以對這方面 就很敢注意 然後呢 去搜尋很多資料 把這些東西看得很清楚 至於說 真正來告訴我們 這個法律建國的 這個行動的行動 應該是 很鼓勵的事情 所以這個 這個中間 對我跟各位說起來 我也是一樣 都是這個 很困難的人 那麼 我們這個 林志生 技術長和 何瑞元 他們 早前把我們開這條好的路 之後 我們現在 實際上 我們現在走是很簡單的路 早前的人 出錢 出錢 這個 很打招的地方 已經做了 最好的基礎 所以我們後面來的 其實說起來 是非常簡單 所以 所以 講義千里 要放心 這條路 絕對是正常 而且是最簡單的路 最好的 這條路 跟這個 民進黨 這條路 我說 有一個最大的 不一樣 先說 這個 不一樣 我們跟民進黨 做法來 都一樣 就是 大家都是好平的手段 不過這個好平的手段 民進黨是用選舉 我們是用這個法例 我們說道理 美國人 你如果說道理 他就自己說道理 你如果要說 沸騰好 他就自己沸騰好 大家都知道 美國是全世界最共產的國家 那麼這個最共產的國家 他們自己自我 自己這樣做 說 如果要打敗美國的人 這樣 除了美國人 不可能 有人我就打敗美國 這就是 應該跟你說 這也是很自豪的 但是這也是舒適 這個 今天 我來代表 這個 台北酒 來給各位 做一個報告 當然 在裡面 說到這個 我們到底 比如說 財經的 酒來過 到底 這個來過 是要幾個人 就是說 我們酒的 倉議員 到底是要幾個人 怎麼算 這也在這裡做一個示範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給各位更加的了解 我們的運動 的情況 第一堂已經完成了 主要介紹 第一堂 美國民政府跟台灣民政府中間的關係 到我們的家裡的概念應該是怎樣 你怎麼做 來 我沒有上場 要再挑釋 來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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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可以 是 我們來順序 中這邊 中這邊 邀功要中這邊 對 我們怎麼會記得台灣民進府的老闆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派在小明甸 再來美國民進府 可能沒有了解美國民進府 跟我們親近的朋友 在開催美國民進府的時候 很多人沒有了解 什麼叫做美國民進府 美國的軍隊 美國本 這就很清楚 美國政府也很清楚 不斷帶起來 叫做美國民進府 不清楚 我們一般都是 尤其第一次接受到的人 不可以了解 這個我告訴各位 這個 這個 一救 就是幾次世界大戰 就是太平洋戰區 這個美國總統 他會跟這個國防部 跟這個國府議 美國總統他是這麼小 他只是關兩行的事情而已 只有做國防人 我們定義叫做安全 就是安全 這個安全 包括國來安全 跟國外安全 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國府議 國府議做什麼工作 全面做外交 所以美國總統非常小 一個跟我們軍隊 一個外交 就算這兩行做而已 所有都沒有做 交通 交融 什麼 集中電線 那些跟美國總統 完全沒有關係 美國總統很小 那不可能是說很大 不過那兩行就很大 那麼 美國總統 在出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歐洲 他羈派一個將領 羈派一個上將 叫做艾森豪 去福建 這個叫做歐洲建領 對 德國的作者 那麼在這個 這個叫太平洋這領 他就羈派 這個麥克阿瑟 馬卡薩 做他的通力 那麼 福建太平洋這領的戰爭 那麼 這個 美國總統 基頂部一個將領 福建一個地区的戰爭 其實是說 最近的這個 伊拉克的戰爭也一樣 一定要派一個將領 去福建那種地方的戰爭 那麼 那個將領一旦比基牌 那麼 後面 美國國防部 馬上 就幫他做一個事情 就是 配他準備一些 無聊參謀的 然後 這些參謀 無聊的 就包含三項政 就是 應進 立法 修法的對比 各位 你就要記得 在美國裡面的政府 不是說 我叫做什麼政府 怎麼叫政府 它是用實質的 美國人做事是 用實質的 裡面有這些條件 有這些負航這些 這樣就是一個政府 什麼呢 就是三權分立 主要讓那個組織裡面 有三權都會有 這樣就是一個政府 所以我們一般 不可以說 美國的五十七五十的政府 還有一個聯邦政府 總共五十一的政府 不是這樣 美國最少五萬的政府 每一個政府 在每一個地方 什麼叫做五萬的政府 每一個政府 如果有行政立法 修法的公明 這樣就是一個政府 那麼美國最少比 美國總統 都魯門 應該是這個 集派來這個太平洋建軍 的這個就做收納 後面這些 就做一個 就寄由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權 通通對這個本政府來 所以這個很難 這個美國最少 這個很純粹 就是一個本政府 這樣就不得了 所以說 各位回去後 要記住 這跟我們政府說 我們的頭殼裡面 的觀念 那是最大的政策 我們如果沒有政策 用事就能做 用事就能做 就是代表我們頭殼裡面 這個觀念 不夠政策 這就是有什麼 我們要看 要去學的原因 要說出來 政策政策 這就是代表我們的觀念 完全是政策 從來這麼沒錯 所以這個 美國總統會擊敗 一個 美國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軍政府的統領 這個組成這個 這個軍政府 那麼這個軍政府是 政府性的政府 就是說 那個政府如果完成了 它就收起來就沒有了 那麼 那麼 麥卡薩的這個 這個 軍政府呢 這個軍政府 總統跟他走過去 都沒有看到 就怕吃了 因為呢 這段時間裡面 馬卡薩 要讓 這個 杜魯門 把它編一顆 那麼 這個 這個軍政府呢 引申了 插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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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派兵來台灣的 那麼 這個軍政府的頭 比較過期 軍政府的頭 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那麼 它是最重要的 處理台灣的 這個國政問題 呢 需要這個軍政府出來 那麼那個 軍政府的頭 將來就是 美國總統 他就是 台灣總統 政府名稱 叫做 台灣 美國總統 在台灣 美國總統 在台灣 這個政調名稱 甘心 甘心 叫做台灣總統 所以這個 台灣總統 一旦軍政府 將來 美國軍政府 一樣的 一樣 具有行政、立法、施法 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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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犯 例如說 這個 美國的軍政府 幾乎世界大臣 是日本的 各位都要記得 一個叫做 東京戰犯大審 對嗎 把這個東條英姊的 判教刑 對嗎 平常有一些 建政犯的 那個 那個 當東京戰犯大審 就是代表 美國的 這個軍政府 抵黨 他具有 司法審判權 對嗎 說他不可以舉行 審判 他不可以跟他進行 上吊 吊死 這就是 他的三款 裡面 一種一種 行政各法 行政就是 這個 美國的軍政府 他會有些 行政人員 處理 草擬 一些 這個 這個 軍隊 的 所有有關的 管理的法令 這都不可以 各種 各種 各種各種 而且 他這個軍政府 過得授承受國際法 說到這個 國際法 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這個 我們現在所說的 國際法裡面 是 總統這樣說 它是國際法裡面 基本上 會再分作兩割 兩割 兩割 一割 叫做 兵使的國際法 就是說 沒有在建政的 是一個國際法 一割 叫做 各位都知道,見識的國際法的時間和範圍比較短 所以經常見識的時間不少,經識的已經比較多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接見見識國際法 見識國際法沒什麼在接見 見識國際法真是解決我們台灣的問題 經理就是見識國際法,我們也說它是國際法 見識的國際法裡面包含的問題也很大 譬如說,這些政府經常說的建政法 什麼叫建政法,大家想說建政怎麼有什麼法 這建政法其實就是在幾萬 全世界國各國建政的時候,大家要遵守什麼法的規矩 譬如說,有人稱呼他叫做國際人道法 國際人道法 譬如說,我大家比方說,我們可能說不到 譬如說,戰爭的時候,在軍隊裡面 有被當民政,或是鋼規民政 有一個十二的,一般都是紅十字會的標章 譬如說,叫做救火兵 在軍隊裡,叫救火兵 這種的,如果在交戰的兩個國家 如果是帝鋼規跟手掛八章有一個紅的 那種的敵國是不能開城 你開城,違反國際法制的政法 那麼,有人會想說,尤其中國人最聰明 這樣我們都把我們的軍隊都帶給紅色八章 甚至鋼規民政法做這樣 如果這樣,假作是那個 實體上是在開城 跟人說一遍 這樣也違反國際法 聽到意思嗎? 你也賣,不能假就對了 再來,我們這個 前陣子的主管者裡面有說 如果是說 為一個國家要選檢 如果要選檢的時候要選檢 選檢很重要 這樣說 如果沒有選檢,國對法是沒有幫你補 所以這個流氓的中國 以前一九四一二十二月切到 對極選檢 總共這麼選檢,三年多 前陣子,尊公有什麼突勾巧事 變了什麼 那國對法沒有在選檢 各位了解 那是你事發,在那裡不剛好 在那裡期望外 那都因為國對法沒有選檢 國對法沒有在保護 那個沒有選檢的選檢 那麼,國對法裡面 剛才說這個選檢 國對法裡面的開示就是選檢 那麼選檢的 這個叫做選選擺的導航 那麼這個導航呢 只不過是 各位要去用事的政策 這個叫停檢 例如說從報道行 或是說我們不要再拼了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來宗旨戰爭 所以這個叫做停檢 那麼一直跟這個 戰爭散後 戰勝國 就要來 降臨那個 戰敗國 這是國政法的民間 所以戰勝國 到時就去戰敗國 國口呢 軍隊這裡 就軍事統治了 就是這個 軍政府呢 就是一支這個 戰敗國的國口 開始軍事占力 那麼 那麼這款的例呢 在這個世界的 比一比這事啊 我看最少有100個以上 所以我們現在所走的路呢 是完全經濟國立法的路 在走 有100多的 成功的案例呢 在讓我們做法庫 那麼民進黨呢 他現在說 我如果選領總統了 我就要將台灣 我都要把他兵道 要把他改國好 這個事情呢 全世界到各自為之 沒有一個案例 沒有就是成功的案例 我們剛才會這樣想說 我們這個台灣的 這個事情是不是 我自己在這個世界的歷史上 創造一個案例 就是這種方法 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最有機會的 我們現在又來研究這個事情 在美國君政府的地方呢 和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 這個頭前怎麼賣名 已經解釋過了 那麼美國君政府跟我們這個 台灣民進府中間呢 他的工作上職責上 有什麼分辨 分辨上 美國君政府呢 有這兩項事情 一個就是國豪 就是台灣的國豪 跟台灣的外交 也就是說 美國君政府呢 一旦跟台灣的三國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台灣就自動 成為聯合國的會員 這個為什麼要聯合國會員呢 因為這就是國體法的規定 這樣了解嗎 政府不是政策的會員 叫做副委員 副委員 副委員 我們這個民進府裡面 也免一個 助聯合國大使 這樣了解嗎 但是我們是副委員 那麼什麼人這麼會員呢 美國是這麼會員 我們台灣呢 是副委員 做副委員 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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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要挺進的 國人 家庭電腦 都沒有 這部什麼 要做什麼事情 再來 還有一項事情 軍政府 要做的事情 就是 國防的部分 國防的部分 就是派兵來後 這個地方 國際法 或者是建政法 美國軍事政府 要保護我們台灣的安全 還有什麼事情 我們台灣 自己不可以有軍隊 因為美國的國防 進行就是 一個國防的政策 它的管道 很多海外的屬地 都一樣 只有一個美軍 沒有兩個軍隊 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美國的國防 都由美國總統來政管 所以其他人 不可以 什麼地方 再生立一個軍隊 比如說台灣個人生立一個軍隊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各位了解 美國的軍政府 只要跟台灣 之後 所有的在台灣 這些軍隊 完全由於美國軍政府 全部吸收去 以外的採訊 所有的台灣人 成員兵 完全應該是 總體股 執業軍事 沒有任何 再說 軍政府 總體股 所有成員兵 都總體股 再來 現在在台灣 要做兵的人 都不用再去做兵 因為美國要保護我們 安全 中共如果 對台灣打火鍋 那麼 這是在打美國 所以美國 要跟它對付 台灣人沒有事情 台灣人 沒有 沒有 沒有事情 就對了 所以這個 美國沒有安全 那麼 這個 我們的台灣人 都不用再做兵 這就是美公 分政府有一個單位 當然 剩下的部分 這是政策 裡面 有規定 說 剩下的部分 叫做民情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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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經濟 高峰 露鋼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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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事情 除了國峰 和外交以外 所以這些事情 都由台灣民政府來處理 各位有了解嗎 我們工就是這樣 這是國際外的規定 所以我們各位不用懷疑 對我們當中有法理上的經濟 好 再來呢 我們這個 這個地方 台灣民政府現在有主席 我們10位 第一場 第一場客 就是由我們商人主席 來幫我們做開場 對吧 商人主席 就是台灣民政府版型的主席 我剛才來講說 美國的本政府 在台灣後 他可能是叫做 台灣民政府的總統 這個名稱會秀發改變 民政府的總統 第一場 然後這個旁邊 有一個叫做 國安參謀聯繫會議 這個國安參謀聯繫會議 是主席 就是說 這個台灣民政府的總統 的國安參謀 參謀 知道嗎 就是他的軍事 那麼這個國安參謀呢 我們如果有設一個 秘書頂呢 就是 就是 黨跟我們演講 林志森 這樣了解嗎 那麼這個國安參謀 這個國安參謀聯繫會議 本政府馬上去台灣的時候 在那裡 做到的事情 就是安全的問題 對不對 安全的問題 沒有辦法 過到的 台灣這裡後面 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 是無可行的 對吧 所以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林志森先生 林志森先生 林志森博士 他就是 研究國安的部分 當然林志森博士 他也會繼續 翻譯的論述 結果他現在的工作 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們一樣 香港的美國 這個民進的 做一個民進的地方 是三個 沒有什麼是五個 全世界 沒有人簽成五個 你隨便看 流浪中國 哪有三個 對吧 哪有五個 那全的那都是一幫 外幫 沒有什麼 你領著我們的錢 哪有在做事情 對吧 所以呢 這個 我們一樣 我們三個 這個叫做 國務院 再去 創總理 已經跟我們 上幾個 我們都知道創總理 是國務院的 這個 總理代行 這邊叫做 俗法寶輝 俗法寶輝 這個呢 就是俗法寶輝 系統 同樣 如果封照美國的組織 上完的 叫做最高 法院 第二 第二 改正的 將來呢 林安清可能叫做 上述法院 不是什麼 國頂法院 叫做 上述法院 上幾個 叫做 法院 國庭方面去審 什麼法院 那叫做 基層法院 上述法院 另外一邊 叫做 軍事法定 軍事法定 因為我們現在 專行政議 這個 軍事法定的部分 從來 有人會被共申請 對不對 不過 那個條件 要什麼時候 發生的 就是我們 這個 民政府 或是台灣民政府 開始成立了 政權 解決到了 我們現在一步一步 來跟人家 專行政議 就要開始做 一步一步來 以前這個政權 就沒有對 農公家 所以我們政權先開 對 再來專領政議 的事情 該行人 要行人 譬如說 連戰先生 你們爸爸叫做連進東 當年到台北 來接受台灣 的時候 大家知道 你是兩隻腳 夾一個什麼東西過來 沒錢 對不對 為什麼 經過第二代 連戰 修訂的時候 是 你告訴我 為什麼 你有四百多的主餐 你這個中間 連進東 在做什麼 台灣新主席 做行政議 上面這裡 流氓中國 多少錢 你薪水都不滿 對不對 這裡都算算了 你算該死 然後接下來 換連戰 你如果 做過的流氓 中間的 管完 好 一年一年都算算了 除了請你交代 那是怎麼來的 你哪有這麼多錢 你也沒有做生理 你也沒有做什麼大事 請問你這些錢 哪裡來 我對事情來說 我來算什麼 專行政議才會出來 當然 其他要再很多 就是說 這個專行政議 將來 民政府拿出這個政權 之後 這就要來勝 所以 以這個專行政議的角度 民進黨 如果尊公和兵道 改國 你也沒辦法改國 你絕對沒辦法做 如果沒辦法做 比那輩子 走就做 沒有可能 所以民進黨在騙人 再來 這邊另外一個 叫林法寶輝 我們一樣 方向美國 國會裡面有兩個 一個叫參議員 一個叫救議員 為什麼國會要不來 各位都了解 我們現在留房 國會只有一個立法寶輝 這是非常危險 那叫做怪獸 那叫做怪獸 就是說沒有人會自行 這是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剛開始就要把制度創就好 所以我們要做議員 參議員 那一般 美國的運作 這個慣例 一般都是 做議員先開始 比如說 比如說 電子台先生 有一個說 聽政會 我們現在 台灣民進府這兵 當時 也對美國那兵 的 行進辦法 叫他基盤 台灣 地位的聽政會 故意有去想 我們現在雖然是去高層的部分 高屁 美國政府的部分 有四萬這兵的支持 要不去 我們要欠一塊 那就是國會的支持 國會的支持 現在把自衛制 在這兵中都沒有人 所以國會的支持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 中議員這兵 修憲 來基盤 台灣地位的聽政會 這個聽政會 非常重要 因為我跟各位說 米國的政理 我來用一個 把各位形容 各位的印象 可能比較輕 米國的政府 就像我們一間公司 台灣的企業公司 這個國會 就是什麼 就是當事會 米國總統 就是總經理 了解什麼 所以當事會 可以 關總經理 說什麼事情 你要來報告 你什麼事情要怎麼做 所以現在的一樣 這個 台灣地位的聽政會 這個 中議員 如果開始交開 你不要調到美國總統 還是美國總統的代理人 來聽政會 來報告 你們 美國政府 騎離 政府的領域 你們對台灣的看法 是怎樣 你們也要說 我們台灣人 當然要排氣 這個人還要罰 美國的台灣人 也要去說 我們台灣也要排氣 所以去那裡 把真相都揭開了 然後 這個國會 這個當事會 當事會 就會 下令 交代 這個總經理 美國總統 你就要怎樣做 我這個就講到 所以現在 利用國會 幹度總統 利用司法 也是幹度總統 這個地方 輸我們台灣的地位 競爭 可以一步一步 往前走 雖然說 現在已經 開始跟我們 做這個動作了 不過 我們希望 更加安全 更加安穩 所以國會 這邊也在裸手 所以有時候 會說 如果我們 一人一姓 嫁去美國的總議員 這個 外交委員會 這個主席 來幫我們倒下去 這個目標也是在這裏 就是要 兩人與共同 對美國總統 施加壓力 讓他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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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策略 總統 一句話 其實 台灣民政府 現在在做的事情 要利用外力 不是像民進黨說 利用我們人民的選票 我們利用外力 就是我 國會的 來幫助 我們台灣 地位的政策 這是我們跟民進黨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 主要比 你幫我們 本政府在台灣 以及建政法 很簡單 你本政府在台灣 當時你做旗務 各位要知道 旗務 是不可以拋棄 旗務 我可以做旗務 管理可以放棄 但是議務 是不可以放棄 議務一定要做 這就是 不論是國內法 國內法 都一樣 那麼 主要 民政府在台灣 他一定要生任 民政府 了解意思嗎 這是 國內法的規定 不是美國說我太太 不是這樣 這一定要做 所以因為 我們利用外力 如果 還利用法律的結果 一定生任 民政府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民政府在台灣 所以美國 民政府在台灣 民政府在台灣 民政府的主人 對著性戀 絕對沒有 第二次 說法 所以 後來我們就 叫這個外來 來 讓我們 台灣的 這個地位 選擇 這就是我們後來 要做的事情 這次發保肥 很多人保肥 參議院 和獎議院 所以 有兩個國會 就對了 那麼兩個國會 就要 要一樣 要變成一致 那如果兩個國會 不一致 就要協調到一致 這樣 這樣 國父 是說主持人 這樣可以 做事 兩個人說不一樣 不可以 所以 因為不一樣的可能 所以 才有內部簽證 內部簽證 才有欠責 才有欠責 才不像現在 這個 就要留房長 這個立法院 只有一年 那年 如果說得不一樣 也沒有保育的議會 你了解嗎 所以這來國會 一樣有兩個 那麼接下來 還有幾年 來這裡 再去分 內閣的 各屬會 再來 分到六州 每一州一樣 我們有州議會 州議會 叫做長議會 或種議會 這個軍的部份 同樣 如果有軍議會 軍裡面有議會 如果有軍 有參議會 獎議會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這個台下有一個 概念之後 將來人 比較關心的人 幫你問 將來怎麼做的時候 至少這個部份 你就有概念 那麼 內部的部份 就是 一些很鎮定的 官員 就是 我們要來想 就是 八部二會 那些就是 內閣 了解嗎 這內閣的修正 是對 國務院的 總理大 如果大家 都對著外國 了解嗎 這就是 政府官 不過在初期 開始 可能沒有這種 什麼外國的經營 就一直做下去 從來 變成民選的時候 才會說 這就是 台灣民政府的 大陣 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 這個 台北政府的 做這個 在這裡 把各位做一個 這個 這個 台北政府政府在這裡 這是民政府 國務院 過來 就政府 這裡有其他 五個州 他說台北政府 其他五個州 減略省略 那麼 這裡分做 這個 做 來國的部份 就是 民政聽 農業聽 水利聽 國務院 手來的 看法 你看 這邊就是 這庭的單位 這庭的單位 就是 一個市 還有十一的軍 那麼各位看起來 都有一種印象 就是說 台北州 就是 到馬城 位置的 台北市 台北官 桃園官 以及 新特館市 這就是 台北州的官方 那麼 名稱 除了台北市 還有六個以外 像這個 三個館市 就收到 以後 你就聽不到 一個叫做台北官 比較是說 新北市 這個名字就沒有了 英文沒有了 那麼接下來 土門官也沒有了 新特館市 也沒有了 那麼叫做什麼 以後 會有11個軍 了解嗎 所以 給各位 有一個概念 將來就是 要拒絕這個方向 所以軍 當然也有軍頂 當然也有軍的來過 甚至軍的 這個 這個 這就是議會 這都將來 沒有一部做 這就是台北 這個政府 是這樣的 這邊 將議會 的部分 有參議會 獎議會 剛才已經說過了 以下 簡單來說 就是 將來 台北州的部分 會變成一個市 11個軍 一個市 叫台北市 然後 台北 通 官 是這官 這裡的名字 都沒有了 所以 以後 台北州的行政建制 就是一市 會比較不穩 這就是 總好 講一下 台北的部分 就是 簽事項 就是 部首頂 台北州市頂 還有 就是 民政聽聽聽聽 都聽聽聽 總共有30個 這將來 是不是 還有 學兵 還是說 又來幹活 這有可能性 不過這麼說 一定是在 這就是後面 包括這裏 我們也有 注意聽聽 注意聽聽很重要 因為 我們這個 在後 每一個酒 自己都最重要 要活動保護自己 所以我們將來 這酒 都有軍隊 這個軍隊 其實是美國的軍隊 或是 這個行政 這就是 這個 好多重 可以 這個計算 為什麼算 到時候 有了這個 一個方針 一個 一個 總議員 總議員 總的開放民選 現在總議員 選擇得好就可以 在這裡 都要選 好 好 好 再希望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思 自己覺得 我好像是沒有主意 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最要有 就是要有台灣心 算不算過恩 你都不用擔心 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大家 給相幫忙 給相機緣 所以沒有這個 什麼個人 任務的問題 這主要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做事 這個保恩最重要 現在 這個準備的事情 就是擴充 我們這個 集會組織 再來就是準備 要發新聞情 那麼 台北集會這個辦公室 在最左邊 才一間 才一間 那麼 這麼說集會辦公室 這些都沒有 後來 在這裏 這麼說 這個集會辦公室 就是在這裡 新興新聞情 也上來這裡 那麼 這個 表演做法就是這樣 我們台北集會跟其他集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台北集會這邊的中國人比較多 所以 這個就是台北集會最大的事情 就是要奉集 就是要奉集 在台北集會的中國人 流氓中國人 的態度 的變化 就是說 民政府成立後 那麼這個變化 到底是 走向什麼方向 要有對色 這是跟其他地方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其他集會 有人在這裡 建村的問題 各位要知道 建村就是 爛民營 你們要記住 建村正式的名稱 叫爛民營 爛民營 爛民營 建村跟爛民營不一樣 完全一樣 各位去想那個道理 是不是 你已經想通了 所以這個爛民營 很多 所以現在都要怎麼處理 這以後的國集會都要注意 另外這個國集會這批 是說 郭文營這批 將來 要做政策先導 所以 可能我們要中用很多的 電視媒體 或是說 電視 我們可能都要去中搜 然後一部一部在選擇 還有很多事情 就是 這個根管裡面 是不是要注意 經濟失序的問題 這個就是 社會上的 會發生這個混亂嗎 美國政府在台灣之後 甚至會發生 這個叫 郭票市場 大崩盤 好 意思就是這裡 這就是 這就是 郭文營頭到處去想 要不到處去想 我們也要去想 沒想到 沒想到 後來 我們可能會選擇 全面發生 或是言由 或是危機 處理的小僧 有什麼 要選擇 因為我們在台灣民進府 一樣 裡面有一個 對外統的 譬如說 我們現在對民進黨 選舉的 事情 是不是 我們要有一定的公開 一定的公開 這事情 必須要去研究 之後 做一個觀點 讓我們在台灣民進府裡面 所有的人 都可以 遵守 自己 說話才會 一樣 後來 我就沒時間了 就沒辦法再說 譬如說 這條法民進黨 我們在航照 沒有研究的公法 叫做大陸 大陸是做過的 中央說大陸也是做過的 政客只要一個 叫中國 誰說對我 那個 那裡叫中國 千萬五年 讓我們一起翻證 譬如說 這個 有人說 1985年開始日本 簽定台灣五十年 這是完全錯誤 用詞錯誤 就代表觀念錯誤 這一樣 應該是說 1985年 開始 清條 給日本 給日本 給日本和簽名 不一樣 給日本就不一樣 所以 每一個地方 都是代表一個 政客的觀念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很清楚 把那些錢 也給政府 這樣 出來跟人家說話 我們現在不讓人家 給人家 給人家 所以 日本擁有 台灣的租金 這跟 伊高浪 這個時間不一樣 是 日本擁有台灣的租金 之前 到四月一筆 有金山合佑 生效的一期四月二筆 實際上 日本擁有台灣的租錢 到那時候 來講 上舊五十七年 那些民國三十四年了 就是1945年 十月二五 這時候 如果有任期來接受台灣的時候 注意 那時候 古金山合佑 要不生效 對不對 意思說 那個 戰爭狀態 還在持續 到什麼時候 戰爭狀態 才停止 恢復和平 是在 古金山合佑 生效那一天 這樣叫 終戰日 了解嗎 了解 所以這個 終戰跟停戰 是不一樣 停戰時期 再開始打開 但終戰就沒有在那一天 所以 這些勇士都要很注意 所以 我們來了解 1945年 大紀來接受台灣 那年又出席 那年又出席 那麼 他又是本人 到當時 到四月二八 生效那一天 開始 叫日本 把我們 集體放棄國籍 除籍 這樣 我們現在不是日本了 還有現在 其實都要死 法比他上人要死 因為日本 那個方法 那是 無法國政法 OK 還可以嗎 還可以 還可以 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 跟各位說 一句 師傅 原廣二年 四月一八 最近我們 和和平生效日 其實就是 終戰日 對不對 那一天也 等於日本 放棄台灣主權 全力的日子 一天也等於日本 恢復主權的日子 這天恢復主權 你知道嗎 就是不能死的大党 他恢復主權 也就是同一天 所以 各位不常看 就是一期不重要 它是非常重要 那麼 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五 就是本天的 雙部導航 一天 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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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九四五年 九月前期 城地相處 這兩個一期 都很重要 但是 都代表一個意義 那天就是 就是停戰日 停戰日 停戰日 像這個叫中戰日 這部的用詞 插一支 就插一支 表代表的議題 不一樣 這個我相信 我們在座的人都了解 這個十個月 不是台灣光復節 是台灣去給中國軍事項領的開始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所以台灣光復節 是一個 無恥的謊言 無恥的謊言 我們台灣人 一直叫我平衡 有人說 台灣是美國的一部份 就是說 美國的希望變成 美國五十一周年 這是不可能的 這有國際法來講 軍事項領是不可以 宜轉租款 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 軍事項領可以宜轉租款 我跟各位說 全世界的土地 超過三分之一 都變美國的領土 你軍事項領就可以 所以伊拉克反變美國的領土 現在變美國的領土 大家都變美國的領土 現在美國就是 美國等於全世界差不多 不可能 美國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 雖然是強潛 也是有強潛的遊戲規則 這不能說 沒有這麼多 伊拉克 正是當時間 要不要煩 政府 民政府的時候 英國跟法國的 台西基 在美國 駐聯樂國大使 跟美國 駐聯樂國大使 說 你當時要貼出伊拉克 你只要貼出 那些很久 要貼出來 美國台西基 說 拜託還有六個的時間 因為現在政策 不穩定 你還煩六個的時間 所以這世界的人 世界的人 不是沒有政治公立 人家也很想念 對吧 這台灣的地位 奇怪 人家說台灣不是國家 政府不是國家 政府不是國家 我們都沒有人說話 大家都知道 台灣就美國本事 這麼領導 所以大家都沒說話 我們都不關心台灣 國際地位嗎 有啦 人家都在關心 也是我們自己不瞭解 有一點點 各位 都在找找 叫做楚門的世界 楚門的世界 等於記憲一下 金凱瑞而已 你等於看一遍 金凱瑞 自己是說 全世界 其實有一個攝影師 都對他在走 他現在走到哪裡 攝影師 就把全世界 給人家看 他自己覺得 我就是全世界 結果大家都知道 他是誰 但是他不知道 他是誰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是誰 全世界都看他在表演 我們現在台灣的青年 就是這樣 只有我們自己 不知道 我們是誰 國際地位 全世界都知道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在台灣 不是美國的一部分 這個國位 也要有這個政客的關聯 這個 美國也不可能 把我們 台灣也不可能 變成美國的五十個集 當然 這有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呢 因為我們這次民政府 是一個過渡性的政府 這樣知道嗎 這不是 中來動作 這樣不是 這有一個基幹 那麼這個 民政府 是一個過渡時期 到有一天 美國民政府 看到台灣 這個保安 一切都這麼好 可能 也不會變成 老公 就對了 這樣看起來好 我們來 給你們 租款 給台灣人 那時候 要搞的時候 我們就要提出一步 憲法 就是核隊員 有提供 憲法 要來議定 憲法 要想什麼事情 有嗎 人家核隊員 已經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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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那裡 告訴我們 美國政府 要交 給我們 回合 我們的租款 集中 就要抄襲 一個 憲法 這憲法 裡面 就說到 政府的體制 跟我們 國家 叫做什麼名 國旗 叫做什麼 國後 叫做什麼名 這裡都會在憲法裡面 然後 還給台灣人來決定 我們將來 是要自己 建國 還是要跟美國合併 還是要跟 日本合併 還是要跟中國合併 甚至說 要跟國人民合併 我不知道 這是將來 我們的公民 來投票 來決定 將來是三塊 然後 這個文政府 繼續到什麼時候 繼續到 看起來都沒有問題 美國總統 全部都沒有問題 撤出 我們台灣的 撤出 撤出 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問題 慢慢的撤出 美國總統 撤出 美國總統 台灣的 撤出 撤出 還要 還要 訂修 一段時間 看一切都沒有問題 慢慢的撤出 美國總統 撤出 如果這樣 我們台灣的 美國政府 完全結束 就是我們自己的 將來 看叫做什麼名 看叫做台灣國 叫做福爾毛索國 福爾毛索國 還是叫做什麼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不過我們現在 這是過五成的政府 我們就是要 走向那個建國的路線 所以 美國 告訴我們 公民合併 決定說 我們要賓 北國的五十幾斤 被 getan 百分之之五十二小朋友都決定是這樣 不過要注意 美國算賣 你這樣說賣 美國也沒辦法 所以那比較簡單 柏田李克 一天到港島 也在港島 柏田政府寺 柏田李克 都從沒辦法變成美国的五十一種 人家百萬年了 百萬年在港島 柏田政府寺 沒辦法變美国的一種 我們台灣怎麼這麼快 我們要等百萬年了 所以那很簡單 所以像是美國的五十一種的事情 可能沒那麼簡單 我們要了解 劉蒙總統 只不過是台灣的次要占領全國 就是接受委託案 這是莫克薩的統帥一號命令 統帥一號命令 我們設在裡面 林志生 謙生都給你做 一般命令第一號 我相信那是用書 不一樣 英文都一樣 我其實就是那個Jano 那是統帥的意思 那是米國 那些人都馬卡薩 本身就是統帥 那是太平洋戰區的統帥 所以我其實就是統帥一號命令 比較正確 如果沒有影響我們的內容 那些人說 逐退 驅逐 中介社的席位的事情 這就是在這裡 所以很多學生都會說 台灣劉翁政府是蔣介石集團 所以劉翁政府是蔣介石集團的 是比較正式的情報 才有準的情報 所以一號 讓人說 你不要再說 這是一個說 讓人說蔣介石集團的 我是覺得警察正確 連連韓國都這樣說 國水法律政府的情報 所以這個國比較正確 這是我們大家做參考 一百九五年之後 台灣已經沒有送中國 你看看 大家收拾了 租款 台灣的租款當時送入的 他比說就是一千 這個馬關條約來送進台灣的租款 沒有我們台灣的租款 因為萬別發生 台灣大帝國可能欠貴 所以一千這個建徵 後面馬關條約來造成台灣的新租款 現在還記得這個租款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政府在這裡有機會 來做建國的工作 各位 我在這裡跟羅索 再說一句 我們今天做台灣民進府這個工作 從來我告訴你 在台灣的立書上 我們都是有老名 像美國政府 在200多年前 他們開始成立美國 英美做蛋 然後成立美國 同樣 憲憲重要 就對了 所以我們國家比較適合 同樣就對了 這是歷史流氓 所以我當時想到這個事情 我覺得可以為我們的家孫 來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節情無憾 我都不會聽到 我覺得很有充滿就對了 川中立在說 我們做事情要有節情 要有充滿 我在這個充滿就來了 我太想做事情 我們就覺得很偉大 很有成就感 我們驚慎的問題 在台南我們就解決了 這個公路 如果要說 持濟公德會 我們這個公路 比持濟公德會 我看大千萬倍 是貴了一萬倍 所以就 你忘記要注意 小公小德 我們這才大公大德 我們以後 臺灣的後台 看是幾萬台的驚慎 今天我們做一遍 解決一個問題 你自己想說 公政美国 這才是我們想 我們應該是很有成就感的 所以跟我們想就有成就感 這個要說 吃錢就都來了 都不累了 意思是一樣 這個地方 各位想想跟我一樣的看法 像這個何瑞源先生 他想在美國國際 所以 美國的軍事責任區 所以他有很多人 他是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要記得 我們不只說他是外人 其實他也是我們的人 這大事也很重要 大事 不是 其他國家都知道 譬如說 英國人到這裡 沒有那些外人 有什麼 我們是美國這麼便宜 不是英國這麼便宜 這樣各位了解 再來 我們現在有 這個優關 這個做錢 將來 臺灣民進府 開始運作 這個 到底是繼續用新台票 還是用美金呢 我個人是跟他平衡 來輸用美金 因為台灣多這麼少人 你自己再去印鈔票 那就太麻煩了 當然 主要 如果我們是願意 可以追求美國的動議 我們繼續再印新台幣 不過我現在要印新台幣 跟那個 跟那個 做的流氓 繼續連做的關係 它不好 把它拆開 對嗎 這樣講 所以我們的 將來的鈔票是誰 美金 美國美金 你不要當代表演了 現在最多的鈔票 就不會了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人家說 哇 這三個五萬塊 三個就好 希望三個九十個 所以大家要稍微 贏了十個 你差很多 所以我們的鈔票 會比較分 大家要看一看 一下 他會稍微 現在要計算 現在有點困難 我們再一次計算機 再修集一下 整個禮拜 我們不需要外國聽譜 都不夠的 這個政經 看不清楚 要表示我得了 請來 誰 我沒有得了 那鈔票 剛才我在台書 有個形容 那鈔票 我可以衍三個 不要這樣 去鼻孔 他的... 去美国 去買兩個全部錢 去買那家有多錢 要什麼資料 三分鐘就來 不相信 再給他科技 再給我做什麼資料 還給他噴出來 有這麼蠻麻烈的電腦有什麼知道的 我想我現在有什麼動心 回家 的電腦很好 黃老闆 拜託一下 這裡有一個預算 要更新電腦設備 安永君都沒發出 現在去美國回家後會有一個 喔!這電腦上好!這麼好做 所以這個人 由此可見 我們每一個人都叫我沒有一個反應 所以這個何瑞先生告訴我們 美國人做事都很客觀 客觀的意思就是 不要跟自己的情緒 跟自己的喜好、喜怒、愛樂、愛好和討厭 連結婦就這樣站在旁邊 要看事情這麼看得清 客觀的意思就是 你趕著站在旁邊的地上這麼看事情 那個人就要有這個 這個叫我名字 比如說TCG 有時候台灣民進府國際 我們拍TCG 就是代表台灣民進府 USMG 美國本政府 NSC 美國國家前是美國 美國總統的參謀、文書 美國國安部的DOD 美國國務院的DOS 其實我們台灣現在的目標 其實我們的直屬的喪失是誰 你知道嗎? 美國國恐怖 美國國務院跟我們的官邸 比較有錢 美國國恐怖跟我們一百萬千 因為美國文書政府是美國國恐怖的 對啦 了解 這個我們要全部清楚 其他的報告 譬如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也很重要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這個官邸台灣前路在這裡 包括在杜勒斯 台北市那個羅斯武路 要叫做杜勒斯路 因為那個羅斯武 這是出北爛的 杜勒斯是反對爛的 所以要改名杜勒斯路 記憶 謝謝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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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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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再去河嶽說起來 美國憲哥在海外的領土 是說他的衛和併領土 跟美國分泡 祝賢的法律是不一樣的 這才是十五歲 我都看到這個 所以在美國那邊說 我們台灣怎麼跟美國分泡一樣 不可能 那就是有規定 將來台灣這名主角說 要來做專行勝利 這就是要追求公平下地 各位知道嗎 幾次在前的時候 這個敵國人台西做的猶太人 猶太人經過這個 做國際動力的立法 開始領土的建範 開始 猶太人的建範 是要領土到明晚無終至時間 全都要領土到 所以我跟這裡發言 說 南米洲 比一個 德國的建範 有嗎 悟然的發生 那就是 專行政議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猶太人 以色列人 經過立法 全世界裡面 去堆散 這個 這個 做 建範 了解嗎 所以這個專行政議 從來就是 我們要封鎖 這個保安 繼續去堆 這個東山 你拿到 聽說 現在都要走 在中國 到處 我們現在要討論 都有很多消息來問 另外一陣的劉鳳強國政府 有很多毛病 例如說 我沒有建範 好了 我來跟 建範 做一個 小土地 我來交給你的籠包 沒有 這個雞有很多 我相信 國園也有了解 我們將來不用給他做雞 正式為他享受 不用這麼好 我們要當一個餞 去做雞 大家都是生活在華蓮之中 這就是一些身份是假冒的 譬如金樹梅 奇怪的一四人在變過一遍 金樹梅說他是流氓的國人 又兵法故宮一遍做原住民 奇怪的 不就是隨便算過來算過期 這是很荒謬的 台灣的國防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責任 大家剛才說過 他不可以把我們徵兵 不只是木兵可以 各位不同國人 木兵可以 木兵就是叫你來徵兵 然後一句話心水話說好 然後你變成個人徵兵 這是可以 還是徵兵不可以 這就是民主將領的徵帝 另外台灣將來是不是要繼續設計徵兵這個方面 將來再看 就是說我們也可以讓社區服務資助 還是社區巡洞 我們換來可以做徵兵 台灣民主將可以徵兵不可以徵兵 不過名稱不是叫徵兵 叫做義偉 那當然也有薪水 對 對 這就算是社區或是安裝 這就是我們來封鎖這個制度 我來講 對 本土台湾人 各位一直要記得 就是這個日本天皇寮校那天為主 那個時候我們的祖先是本土台湾人的 他的交代就是本土台湾人 各位要注意 公民新聞證的 我們有給人祭願 譬如說他本身 他是有副校本土台湾人公民新聞證的新聞 有這個條件 譬如說 我就要效忠中國 沒關係 我們可以跟他合作中國 那中國的要做本土台湾人 不好意思 這比較厲害 做出來可以 做回來就可以 做回來經過一段相當的程序 是我們的公民權利法案裡面有規定 將來的教養部 我們都會做新一部的規模 就是要把這些流氓中國的毒物 這些毒物都把它清掉 那出現真實的東西 要讓我們台灣人從事實上 都不用對人公開說這個計劃 這個就是做八十一套 又做另外一套 我們希望不要做那種精神分裂的 什麼話就說什麼話 這個就是國會跟做的都一樣 這是我們將來的目標 我們的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的這個人家 就要變成這種人 有人說這個 如果中國人沒有辦法跟他專化做 本土台灣人 不好意思 沒有這種制度 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做專法 那如果是說政治庇護 去美國申請 那跟我們無關 各位了解這個意思 不是說那些流氓 很多人說 有什麼任何問題 說要申請政治庇護 去美國申請 要給美國給它庇護 這也是國庇護 這也是國庇護 你知道嗎 這豬豬地庇護也有國庇護 以上的農民各位 這麼多時間 感謝各位的聆聽 請請各位聆聽 請各位職業 謝謝 真的有些人在說的 很精彩 這用詞都很準確 這每天都要討論 因為說太精彩 這時候我不敢再去他 遇到什麼 我如果有這種情 如果緊張自己 去處理一下就好了 剛才剛才他要踢 我就繼續踢 所以我們 我這個時間 我只算差不多 有給他 幾個時間靠掉 睡五眼鏡就好 我們先聽 來請大家集會 有給兄弟 來 來 謝謝